肖战 肖战跟杨子都算是娱乐圈里的顶流 两人的粉丝量和热度就在那里 这就注定了这个瓜不会平静 果不其然实时广场里也是说啥的都有 网上评论现在主要分为三波 一波是以双方粉丝为代表的强烈反对派 在粉丝眼里自家郑主永远是最好的 就算绯闻对象再优秀 也配不上自家爱豆 还有一波则是CP党 众所周知肖战跟杨子可是刚刚合作过的 余生请多指教的反响相当不错 两人在剧中的互动那么甜 当然会有粉丝为他们高举CP大旗的 肖兔仔子这个CP名还是比较出圈的 所以看到这个视频 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不管两人究竟有没有恋爱 这互动也算给CP粉发糖了 针对这次莫名其妙的上热搜 肖战那边的行动也很快 他那边工作室很快就进行了辟谣 说这是两年前由平台方组织的一场聚会 而且当时现场人很多 这个爆料者恶意剪辑 故意把现场其他人都剪掉了 大家不要相信这个爆料 肖战目前还是单身 说句实在的 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肖战其实在刚火的第一年 就跟杨子合作拍了余生请多指教 只不过 这部剧一直压到现在才播 两人在合作期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而且在肖战最惨的那段时间 人人对他避之不及 杨子还挺刚 曾经公开表示支持肖战 从这就能看他俩相处得很愉快 所以一同出席活动时 做得近一点 举止亲密一点也很正常 讨论 你喜欢肖战杨子这对CP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频道